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善良的错 也不是善良的人傻 而是善良的人不懂得保护自己 但请记住 当你伤害了善良的人 他不会选择伤害你 他只会远离你 不再接触你 无论是友情 爱情 还是亲情 请别践踏善良的人 枪响之后 谁是赢家 常言道 伤害别人就是毁灭自己 怎有人对此不以为然 看了这幅直观的图片 该是明了 纵使赚尽优势 也不可谓所欲为 人生贵在善良 做善良的自己 真正的赢家 是有道德 有信仰 懂因果 请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永远善良下去 你就赢了 时间那么大 能遇见就是缘分 善待我们身边遇见的每一个人 因为下一辈子不一定能遇见 为什么我们为人越来越小心 为什么我们处事越来越谨慎 生活处处是陷阱 不知哪一次就陷入绝境 现实次次是深坑 不知哪一回就再无翻身 一句无心的话 却得罪了一个有心的人 一次全力以赴 却落得万劫不复 不是你想的太多 是精力让你学会了不语沉默 不是你变得太假 是事事让你懂得了自我保护 做人大方可以 但要遇到知恩土豹的人 不然你的一片好心就是白费 做人善良可以 但要碰到通情达理的人 不然你的良苦用心就是浪费 做人包容可以 但要给予有心有肺的人 不然你的一直忍耐就是白给 善良 给对了人 会对你感恩 善良给错了人 会让你寒心 心软给对了人 会对你情深 心软给错了人 会让你痛心 宽容给对了人 会对你热忱 宽容给错了人 会让你窩心 人选择善良 不是因为傻才选择 人选择容忍 不是因为笨才去做 有时候可以装傻 不要以为真傻 有时候不是不懂 只是不想说出来而已 善良是天性 学不会视而不见 见死不救 人品是底牌 一辈子做好人 用真心 愿这个世界善良永远不过期 好心永远有好报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小言说的话 别忘了点赞 转发 也好运 长半年左右 谢谢大家 点个赞 再分享出去嘛 爱你哦